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奥地利的小胡 如果你是一个吃货来Vienna 那你一定要来这个最著名的小吃 切Noschmark Noschmark的语的意思就是吃小吃的市场 Vienna是一个很international的城市 所以在这个小吃市场你可以找到不同国家的美食 在这个食堂里有食堂 有食堂 有各种各种的产品和荣物 你可以买到这里 他们也有特别的东西 像这个小吃 在中国我没吃到这个 所以不可以买 但是这里他们 they have basically everything from anywhere there's nothing you won't find 如果你来Vienna 留学或工作 你也想要自己走饭 在这里你可以买任何商量 在这个市场 你找到很多小小的意大利餐厅 和意大利店 他们有山姜 有意大利的芝士 也有很新鲜的意大利面 在这个店你也可以买一点意大利面 然后他们现在就做给你可以吃 你可以选不同的选 他们有火腿 芝士 西红柿 也有菠菜 然后也可以选三个不同的酱 一个 西红柿酱 芝士酱 和 大蒜酱 然后 带座 就是四块 就是 偶然 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意大利的 antipasti 知识线的泡椒 也有cooked artichokes 甘蜡 所有的意大利的很好吃的小吃 他们也很大方 任何东西你想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他们有干辣 里面有很小的辣椒 很辣的辣椒 这么大方 我有这么多吃的东西 我想试一下这个辣的干辣 这个辣椒不吃了 真的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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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是没有吃的 但是 我认为是没有吃的 所以辣椒不吃的 所以辣椒不吃的 这个是 这就是 可以试试吃的 它是很辣椒 可以试试吃的吗 嗯 嗯 我选的意大利的嚼子 是 只是选的配 芝舌醬 好好吃 芝舌爆炸 在这个市场他们有小汤子 你可以带着 但是他们也有这种餐厅 你可以坐一下吃一点东西 They have foo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你可以吃Vienna菜 你可以吃意大利菜 你也可以吃土耳其的菜 任何东西可以找到 Vienna没有干口 但是也可以买很多海鲜 它们也有生蚝也有海鲜汤 所以这么冷我要喝一点汤 里面有一点花椒 金口 胡萝卜 土豆 也有一点小龙虾 他们也给你一个小面包 五块鸡 好好喝 这么冷的天 喝一个这种鱼汤 好喝 很酷 我可以听说 有多大快的汤菜 是تى將收光了 來丟柳 小湖在去 由小鮮櫻 土豆 我再加一碗一碗 會增加一點 葱花生,葱花生, 蔬菜,葱花, 金黃葱, 香蕃, 整個葱花生, 一邊的餐廳 早安,我们也有浴缸 在Viena也很多人喜欢吃 像是这个名义的汤汤汤 这边是一样的中国的老婆 并有很多普通的 在鲜里面有鲜,鲜,鲜 这就是鲜,鲜,鲜 这就是鲜,鲜,鲜 因为我们很喜欢鲜,鲜 这就是鲜鲜,鲜,鲜 这就是鲜,还有鲜 要食欧打 有肉,有牛肉,有羊肉,一个羊腿,十一块欧元,一公斤,我觉得价格也还可以。 如果你喜欢吃甜的东西,一定要吃一下土耳其的甜品,Baklava. 这个是普通的Baklava,里面有开心锅的馅,也有很多蜂蜜,也有puff pastry,淘气甜我告诉你,但是很好吃。 我爱吃。 好好吃,但是真的很酸很酸。 热量爆炒,不告诉你。 我喜欢它。 我喜欢它。 我不会吃。 我喜欢它。 穆斯曼 纳心 所以如果你们来维亚纳 一定要试一下 这里的特色 谢谢你 看我的视频 是你让我想要 努力拍更好的视频 和说中文 点赞 分享 和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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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我 你的关注才能让我继续拍摄 Love you guys!